游力部主辦 澳門優質服務品牌選舉頒獎禮 今年來到第二屆 各項的優質服務大獎 是由讀者一人一票 以最公平、公正、公開的方式投票選出 所以每個獎項都是獲得澳門市民的肯定 在獲獎之後 其實也是一種對我們自己的一個要求 因為我們拿到這個獎之後 我們只有更加以客戶為中心 其實很高興得到市民的支持 又多謝歷布斌獎 我們一向都是以一個不炒賣、不吃的 以最尊嚴、最誠信的服務態度 去服務每一位市民 這晚的頒獎禮 除了邀請到很多社會名流 一起見證各個獎項的大新之外 還請來了不少表演嘉賓 令當晚的頒獎更加熱鬧 愛我醉心交渉最多 歡喜不歡喜 誰迷人哪個比得起 你我以心中有數 我愛你做多於自己 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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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夢想眉入睡 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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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灰塞被我淚奔 這裡 autopsy 好 這 kalions 壓倒 也太陽 在變成遊歷 讓你說 Baby,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ve Or all I watch you than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力步今次的頒獎禮 志在表揚市場上的優質服務商戶 推動各行各業績極發展 同時又會鼓勵更多品牌 為澳門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令澳門日後可以有更多的優質商戶 這個優質服務是澳門所有市民 給我們一個光榮和鼓勵 我們的感受是相當興奮 我想最重要是除了棚產品 在優質之外,服務方面很重要 就為歐洲氣質的問題 其實消費者都期望我們 是有一個很好的一級優質服務 我們本著的理念就是 希望我們的服務是多元化 同時是優質化 亦都在市場有一個領先的地位 一個優質的商戶 我想是真的需要時間的沉澱 不少一定是自己本身的員工的培訓 在培訓方面是要看到市場的需要 去盡心去分裂自己的員工 為每一位市民站在我們的消費者 我們的客人局角度裏面 做出一個優質服務 不知市民或消費者的眼中 他們又怎樣看今次的頒獎禮呢 作為澳門市民覺得 甚麼優質服務是最好的呢 其實我覺得只要每一個商戶 不一定是商戶 即是每一個服務的單位 去重新出發 是為了市民好的服務 就是最優質的了 希望這個頒獎禮 會令到更多澳門的服務性商業 這個行業的質素更加提升 希望得獎的機構會繼續努力 堅持服務理念 為我們港大的澳門市民 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推動澳門各行各業積極發展